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癌症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符号 它让人心寒 而今婚则是一个白头偕老的代言词 它让人幸福 今天我就要给您讲一位癌症老人像已经结婚50年的老伴再一次求婚的故事 这个故事五味杂陈 主人公就是这位老人 他叫顾全平 今年70岁 来自江苏 今年的12月8号是顾老和老伴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在儿子的安排下 老两口来到澳大利亚的大宝礁旅游 求婚那天已经是胃癌晚期的顾全平 格外激动 他还摘了一大束野花 单膝跪在老伴面前说 我知道 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都要送花 我们结婚50年了 当时穷 没办婚礼 现在我们重新结婚一次 你愿意吗 没有华丽的服饰 没有背景音乐 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哭了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 您知道老两口他们做了什么吗 告诉你 高空跳伞 那天他们登上了跳伞专用的飞机 在4200多米的高空 在教练的陪同下跳下了飞机 安全落地之后 这两位老人和家人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那么顾老为什么要来澳大利亚体验高空跳伞呢 原来老人是一位农民 三年前被查出已经是胃癌晚期 手术之后只剩下五分之一个胃部 体重也由原来的140斤降到了80斤 前不久 他的老伴又在车祸当中盆骨骨折 老两口的心情一直都很不好 为了让父母开心 顾全平的儿子决定 带他们出去散散心 于是这一家子来到了澳大利亚 顾全平的儿子说 到了澳大利亚之后 父母特别喜欢到海边牵手漫步 就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走到哪里都喜欢拍照 整天都很乐呵 顾全平说 这次的澳大利亚之旅 真的让他很感动 因为他做了这辈子最浪漫 最冒险的事 不管自己剩下的日子还有多少 他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留给亲人一些美好的回忆 爱情不朽 金婚快乐 视线转向南苏丹 您现在看到的呢 是南苏丹北部一个难民营的废弃少港 您注意看 少港有一个少兵 在这儿 它是一只沸沸 被当地人叫做是巴波 前不久 中国驻南苏丹为和的社区民警队员 就与这一群沸沸展开了一场大战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画面上的这位战士 他叫姚珍 今年37岁 来自上海 他和队友的工作就是维护难民营里的安全秩序 之前倒也是风平浪静的 直到前不久 一群被当地人称作是巴波的动物 出现在了难民营周围 起初姚珍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动物的准确名字是什么 但他注意到营地里的难民 尤其是小孩都很喜欢这种动物 看着这种动物长长的犬牙 快速的奔跑速度 它们会不会攻击人类呢 姚珍不免有些担心 于是根据这种动物的体貌特征 他上网查了一下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这些被叫做巴波的动物 其实就是敢和狮子老虎打架的沸沸 一旦被他们咬伤 后果是不堪设想 而当时由于孩子们经常喂食 营地周围已经有三十多只沸沸在乱窜了 于是姚珍召集那名营里的各小组负责人开会 向大家介绍了沸沸的危险性 但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开了个头 大家就轰笑了起来 为什么呀 原来在当地人看来 沸沸这种动物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 这能有什么危险呢 但早有准备的姚珍播放了一段互联网上 沸沸攻击儿童的视频 这才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于是姚珍组织各小组负责人 分头通知难民 注意小心沸沸 同时他也把情况反馈给了联合国 派驻防卫部队 组织大家在营地周围 通过敲击和投掷石块的办法 驱赶沸沸 几个星期之后 难民营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如今姚珍已经来南苏丹一年的时间了 他说身为一名维和警察 维护难民营里的居民生活安全 是责任 也是使命 视线聚焦阿联酋 我们先来看的视频 后面上的这个小朋友 他叫陈晓琳 是广州七星小学的一名学生 近日他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首届世界学生跳绳锦标赛上 一个人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 什么呢 一分钟跳380下和30秒跳220下 您知道这个速度是快到什么程度了吗 其实也就是说平均一秒 人家就能跳7.3下 这样的速度让在场的观众都惊呆了 就连八个国际裁判都看傻了眼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求录像慢回放 回放了整整八遍 这八个裁判才数清楚 今年上小学五年级的陈晓琳是贵州人 父母都是农民 两年前小林才加入到跳绳队 没想到跳着跳着就跳出了名堂 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陈晓琳说 跳绳只是她的一项客与爱好 这一次的获奖她感觉很开心 今后她还是要好好学习 做一名好学生 目光聚焦赞比亚 我们来看 照片上这是一间铁皮房 照片当中有一个小男孩 他正向外张望 看上去眼神好像有点忧伤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这是平民窟里 一个小男孩正在开心的奔跑 您刚才看到的这两张照片 都是由他拍摄的 他叫吴海辰 今年40岁 前不久 他的这些在肯尼亚 基贝拉平民窟拍摄的照片 获得了第118届 多伦多国际摄影沙龙大赛一等奖 基贝拉平民窟是内罗币最大的平民窟 里面居住了17万无家可归的难民 那里没有水电和污水排放系统 人均寿命还不到50岁 吴海辰说 平民窟里的大人们都是忧心忠忠 但孩子们却都是非常开朗 即便是在垃圾堆里和臭水沟边上 孩子们也都玩得很开心 那他为什么要去平民窟里拍摄照片呢 吴海辰说 四年前他曾经在马赛的原始村落里 与村民们同吃同住 切身体会到了非洲游牧民族艰苦的生活环境 从那以后 他开始对非洲有了一种宿命感 死后的四年时间里 他六次走进非洲大陆 不仅用镜头捕捉到了很多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动瞬间 还把很多偏远的平民窟和原始部落呈现在了大众面前 吴海辰的母亲是一位人像摄影师 受母亲影响 吴海辰的童年与胶片暗房密不可分 六岁的时候 他重印出了人生第一张摄影作品 长大后 吴海辰多次深入冰窟 远赴匈牙利自然保护区 只为了能够拍到最精彩的瞬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现如今吴海辰已经是海外华人摄影高手组成的摄影组合成员之一 他说 作为一个摄影师 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拍摄出更多好看的照片 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生活 更希望孩子的眼睛里不会因岁月的流逝 而流露出和父母眼中一样的忧伤 目光聚焦马来西亚 画面右边的这位男士 他叫武尚文 今年七十岁 这是一位华裔教师 而他旁边有一位小姑娘 这是一位由武尚文资助的不一族小女孩 但是小姑娘平时都会叫武老师武爸爸 而说起他们俩的相识还有一段故事 七年前武尚文在贵州的荣江县 看到一位不一族小女孩正站在桥边 面前铺着一张白纸 纸上写着 他的母亲没钱手术 他也没钱继续上学 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很好 其中他的英文成绩最好 当时武尚文就很想帮助这个女孩子 但他转念一想 这样的方式是不是骗子呢 于是他就掏出了包里的一个旅游手册 请这个小姑娘念一段手册上的英文 没想到这个不一族女孩 还真的熟练的念出了英文 于是武尚文跟着女孩去他家实地考察了一下 确认情况之后 他掏出了五千元现金给女孩 告诉她是帮母亲做手术的费用 此后的每个月 武老师都会再给女孩寄去一千元 资助他继续上学 其实这个不一族少女 并不是武老师资助的第一个孩子 从2007年到现在 已经有九个偏远山区的贫困孩子 在他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 武尚文祖籍海南 在马来西亚出生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数教士 对于那些他资助的孩子们 武老师总是很大方 但他对自己却是有点吝啬 就连他所在的学校校长也是说 武老师的衣服总是那么几件 很少看他穿新衣服 武尚文说 他会一直帮助中国的孩子们上学 有一天他老都干不动了 他也会组织身边的人 继续资助这些贫困孩子 视线聚焦美国 打太极拳可以治病吗 最近美国生物精神病学杂志发表文章称 中国的太极拳不仅能够强身健体 还能够有效的减少失眠和炎症 文章是这么说的 前不久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 通过让123名年龄超过55岁的失眠症患者 打太极拳 研究太极拳的功效 他们通过一年的实验发现 患者如果坚持练习太极拳4个月 能够有效的改善失眠 而且他们身体当中的各项炎症指标也有所下降 有些甚至还产生了相应的抗体 更重要的是练习太极拳 治疗失眠和炎症 不会像药物那样产生副作用和依赖性 要是您经常失眠 建议您不妨多打打太极 修身养性的同时 还能治疗失眠 何乐而不为呢 视线转回中国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尊佛像 是唐代的木制观音像 前不久 太王国驻华大使馆 太王国文化部等部门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这一尊唐代木制 自在观音菩萨雕像 无偿捐赠给中国山西五台山东台望海寺 这一尊自在观音菩萨座像高1.86米 是佛教早期文化中的南向观音像 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尽管七色斑驳 但是整体保存状况良好 法相庄严慈祥 线条温润流畅 整体造型气韵生动 气势威严 是唐宋时期不可多得的佛像艺术真品 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 中华民族饱受战乱的蹂躏 与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 至今中国仍有上百万件国宝文物流落异国他乡 根据中国文物专家鉴定推测 这尊自在观音菩萨座像 原因供奉于中国的皇家寺院 是古代中国朝廷祈祷国泰民安的圣物 今年正值中泰建交四十周年 这场经中泰两国官方与民间 共同努力促成的大型国宝回归 象征着百年来流落海外的百余万件中国文物的回归进程 将迈出重要的一步 事件转回中国香港 前不久香港网民组织了一个名为寻宝行动的活动 体验拾荒者的辛苦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一拉罐 就是活动的参与者在垃圾桶中找到的 为了避免影响拾荒者的工作 网友们先是在垃圾桶里寻找一拉罐 记录下他们的数量之后 再将一拉罐踏扁再次放回到垃圾桶旁边 方便拾荒者收取 三个小时之后 参与者按照找到的一拉罐数量统计数据 不过就连找的最多的那位参与者 用一拉罐换来的钱也只够买几个面包 活动的组织方介绍说 拾荒并不容易 不仅要忍受垃圾的异味 还要忍受旁人的不友好 这场寻宝行动 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了拾荒者的不意 视线转向西班牙 近期西班牙发生了多起 华人小孩遭到保姆虐待的案件 前不久就有一位华人母亲在网上爆料说 怀疑自家保姆为了让孩子安静睡觉 擅自给几个月大的婴儿喂食安眠药 这位华人母亲称 她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 没交给保姆照顾之前非常的活泼 自从保姆来了之后 孩子就开始变得呆呆的 很少哭闹 但只要是保姆一走 孩子就又恢复了活泼 无独有偶 去年12月 马德里曾发生一起保姆毒打华人雇主的孩子 而遭到拘捕的新闻 当时那名保姆趁孩子父母去上班的时候 在家里毒打小孩 恰巧被对面的邻居看到 警察随后发现孩子身上有很多伤痕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华人父母 聘请保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平时要多观察保姆的言行和孩子的状态 如果发现可疑要保留证据 及时报警 避免自己的小孩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视线转向瑞士 最近重庆的范先生在去瑞士旅游的时候 在酒店里洗了个澡 却损失了1000瑞士法郎 折合人民币大约有6700元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天范先生正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洗澡 突然房间里的火警尖叫了起来 然后消防队就赶到了范先生的房间 可是范先生在洗澡并没有着火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酒店的火警报警器安装在卧室 可能是范先生在洗澡的时候 没有关上浴室的门 水蒸气从浴室飘了出来 触发了警报 随后酒店和范先生协商 由酒店出500法郎 范先生出1000法郎 用来支付消防队的出警费用 虽然非常的不情愿 但范先生只能是狠狠心掏了这1000法郎 他说 没想到瑞士的火警报警器如此的灵敏 我们也要提醒出国旅游的朋友们 洗澡时一定要关好浴室的门 那儿的火警报警器可是很灵敏的 万一招来了消防队 到时候您就得破费了 视线转向澳大利亚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其实画面上这些都是一些蓝色的生物 这是一种名叫蓝屏僧帽水母的海洋生物 您别看 它们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 它们非常危险 最近就有几十位华人在海边游玩的时候 被它们给遮伤了 据了解澳大利亚每年都会有超过一万人 被蓝屏僧帽水母遮伤 如果您在沙滩或者是在海里见到了他们 记住他们长的这个样子 您就一定要离得远远的 一旦被他们遮伤 可以用热水醋或暖啤酒帮助解毒 好 接下来视线聚焦巴西 接近圣诞节了 最近一段时间巴西发生多起华侨华人被盗抢的案件 对此巴西华人协会于日前召开了一个治安会议 共同商讨加强安保的对策 从加强与军警和民警部门的沟通 建立华人安全联络员机制 充实华助中心法律援助组的人员等方面入手 加强对华人的保护 巴西华人协会会长表示 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热心侨胞加入到安全社会网络的建设当中来 共同改善侨舍的安全环境 目光转向中国香港 前不久 香港一年一度的乐视异行者募捐活动 在金山郊野公园举行 今年的活动有5200位选手参加 他们要在48小时内跑完100公里的山路 日夜赶路挑战身体的极限 据了解 乐视异行者募捐活动起源于1981年 原本是英军的筹款训练活动 1986年开始向普通香港市民开放 由乐视会及其他机构合办 这个活动近几年的募款都已经超过了2000万港币 主要是用于帮助内地的贫困地区 好了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华人作家成为一个群体大约已经有百年的时间了 一百多年来 许多中国作家或为了生存或为生活 离开祖国去到世界各地继续他们的文学梦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两位正是这其中的一份子 画面上的人名叫曾晓文 今年49岁 是一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作家 在首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的比赛中 他以一篇名为《悲灵魂回家》的散文 获得了比赛最高奖 被称为海外华文作家群中的一匹黑马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 这匹黑马并非一名专职作家 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脑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 而他与文学的结缘是在2001年 当时拿到了美国大学的科学硕士学位和工作签证的曾晓文 在美国的一家金融公司做白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曾晓文在美国努力奋斗的时候 他遭遇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变故 2001年他在失业后与朋友合伙开餐厅 却不料雇佣了中介公司推荐来的三名没有身份的黑工 曾晓文对此毫不知情 却被移民局告上了法庭 被判处了98天的监禁 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而且觉得自己和监狱从来不可能站边的 连想都想象不出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那我记得在靠近牢房的那个有一个桌子 桌上有一盏灯 它是永远也不熄灭的 那我就在那里就开始写小说 在监狱里 曾晓文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到小说创作中 他内心的苦闷和委屈 只有透过笔下的人物才能释放出来 没有写作的稿纸 他就搜集育友们剩下来的信纸 不够了 还要利用监狱里发的宣传单的背面 我就记得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经常被转换监狱 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总在同一个地方 被转换的过程中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上法庭之前 就在上通宁的这一个法庭的一个关押室里 等着上庭 那当时他是不允许囚犯带自己东西进去 关押室的 他就一定要把我的这个东西放到走廊里 那我的手稿就被包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塑料袋里 放到这个走廊里 那我就不停地从这个关押室的窗口 看我的这份手稿 我就很担心被人家当垃圾扫走掉 我当时就想如果丢了这个手稿 我就没有勇气 梦断德克萨斯的手稿 倾注了曾小文全部的希望和尊严 在监狱的98天里 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对这部小说的写作 2005年1月 这部小说被小说月报和世界日报同时连载 2006年年初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 此后曾小文离开美国 只剩一人来到加拿大 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技术助理 白天研究电脑技术 晚上奋笔写作 转眼11年过去了 如今曾小文已成为这家建筑公司的信息技术总监 文学创作上 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 梦断德克萨斯 也还年轻 中短篇小说集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 以及散文集 背对月亮 他的作品对新移民群体有着格外关注 这也使得他渐渐成为加拿大华人作家中 极具代表性的一员 1995年 移居海外的曾小文 把文学创作作为寻求精神安宁的渠道 因为在他人生的低谷 是文学的力量支撑着他一路走来 同样在日本神户 也有着一位用心记录生活的华人作家 他的名字叫毛丹青 一些对日本文化略感兴趣的观众 可能对他并不陌生 早在1998年 毛丹青就曾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日文著作 《日本重演即行》 被日本放送协会NHK 在广播节目中全篇朗读 这个当时编导我也没见过他 他就写过一封信给我 是写信还打电话 我忘了翻去 他说他偶然发现了这本书 他就在书店里站着把它读完了 一名中国人怎么会把日本社会刻画的如此深刻鲜明 受人欢迎呢 其实这完全与毛丹青刚到日本时的经历有关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毛丹青 1987年自费留学日本 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 为为之生活 他曾经做过多年的鱼虾生意 起初是从港口批发 生意逐渐做起来之后 他凭借自己积累的资源 进入到一家日本的鱼虾贸易公司工作 不料1995年 一场地震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场地震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当时我所在的城市叫神户 那个港都毁掉了 包括我公司那个大楼全部都塌下来了 所以我那时候失去了很多 当时做生意的一些资料都没有了 这次地震对毛丹青的生活影响很大 神户港被毁坏 毛丹青的工作也没有之前那么忙碌了 突然闲下来让他无所失从 直到1998年 突然有一天 毛丹青回到家中跟太太说 自己想做一个作家 而且是用语文写作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来商量 这一点我是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她没有别的话 她说我养你 在太太的信任和支持之下 从1998年冬天开始 毛丹青思绪无作 用八个月时间走遍了日本的47个地区 她要做的事情 是把那些她在做雨下生意的时候 听说过的民间故事 一个一个去现场核实 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谈写出来 那么比如说在那个叫卖天岛 就是把天都可以卖到的一个岛 这个在北海道的一个很远的一个小地方 那么我就坐上去在一个渔船上 他们抓的一种鱼叫做金枪鱼 这金枪鱼巨大 因为它大在什么里面 金枪鱼的大事看眼珠子有多大 它的身体就会有多大 而且他们有一个风俗 就是新生的那个婴儿要抱在怀里边 要让婴儿的舌头去舔这个金枪鱼的眼睛 当他把它去舔的时候 那婴儿的头还没有金枪鱼的眼睛大 你知道这个很震撼的 这个是我发现出来的 日本人没有去什么去 他们不知道的 我听多的这种野传说 我就去找 我真看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1998年 日本重演技型的发行大获成功 此后毛丹青又接连出版了 《狂走日本》 《闲走日本》等出作 还获得了日本第28届蓝海文学奖 作品也多次被选入日本的高考试题 让他在日本文坛 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近年来 毛丹青在文学创作之内 还为中日亚国的民间文化交流 做了许多工作 直笔《知日》杂志 任教日本神户国际大学 在毛丹青看来 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国来说 了解对方永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预约收看 再现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了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像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同一时间 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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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